11月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希腊总理弥佐塔基斯。 习近平指出,中西是共建一带一路和文明交流互建的伙伴。 两国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中西关系始终健康发展,历久弥新。 中方珍视同希腊的传统友谊,愿同西方一道,坚持战略引领,坚持开放合作,推动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习近平强调,互利合作和文明交流是中西关系的两大纽带。 不久前,希腊政府派高级代表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了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支持。 中方愿同西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交通、船舶、能源、通信、金融等领域合作,拓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合作机遇。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比雷埃夫斯港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希腊投资兴业,欢迎希腊企业参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欢迎更多优质希腊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中方支持中西文明互建中心、文明古国论坛等人文机制, 愿同西方深化教育、文化、科研、旅游、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 发挥两国文化底蕴优势,推动文明交流互建,加强国际沟通协作,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中欧关系关乎中欧人民福祉,关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中欧关系的良好发展离不开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利合作。 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坚持正确相互认知,聚焦共识,把握方向,全面激活各领域互利合作。 希望希腊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弥佐塔基斯表示,希腊人民对习近平主席2019年对希腊进行的成功国事访问记忆犹新。 自那以后,西中两国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两国经济合作成果显著,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已经成为西中合作互利共赢,造福两国人民的成功典范。 西方愿同中方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进一步挖掘潜力,拓展船舶、航运、清洁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 希望更多希腊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欢迎更多中国游客赴希腊旅游。 希腊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西方愿同中方加强人员往来,深化人文交流, 共同办好西中文明互建中心,倡导互学互建,推动建立更加和谐平衡的国际关系。 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的公正立场, 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 希腊愿意成为欧中合作的桥梁, 欧盟和中国完全可以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携手合作。 希腊愿继续积极推动欧中关系,健康发展。 希腊愿意在略剧本市长